下午三点半有收到高端的公司 他们董事会决议 同意提前公开COVID-19的疫苗采购合约 大选前高端疫苗就是在野攻击焦点 高端16号开董事会终于点头 授权疾管署提前公开保密合约 我们一直都希望高端能够提早公开 如果我们公开的话那恐怕违约 那后续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 机关署透露2022年起三度征询高端 都希望提早公开排除外界疑虑 高端澄清不是刻意等大选后才对外说明 只是开董事会依法需要七天时间通知 现在完整58页合约曝光 总采购价金40.3亿元 履约交货数量500万剂 其中单剂型每剂881元 多剂量每剂810元 2020年11月的时候 准备采购1500万剂 每剂700元去估的 那边那时候指的是国内外疫苗一起估的 事实上也没有包括冷运冷藏的价格 卖方是最初报价是950元 那这边我们有协商 所有机密性资料包括采购单价 原物料价格等 保密义务从签署后满五年才解除 或是双方另行其他合约 这个地方的确是保密只有五年 并没有所谓的封存三十年这个问题 这个合约的这个影本 事实上过去都有全文提供给监察院跟审计部 一切都依法行政 过去采购H1N1疫苗 专案进口同样得保密七年 高端联雅并非特例 而其他几家新冠疫苗 AZ莫德纳BNT都未同意提前公开 高端合约完整揭露 自清强调绝无规避监督 三连星王晨艺 增加宣改三星小组